這個重點喔 介紹的是那個輻射的部分 好 輻射的話是不需要戒指的 不需要戒指的傳熱方式 OK 那 例子真的很簡單喔 太陽 太陽的話 那個從熱 傳播熱到地球 不需要戒指的對不對 因為中間真空的 然後在火對旁邊感覺到熱 這都是屬於輻射的一種 好 重點來了 這邊來 請上去喔 只要是白色的 或者是淺色的東西啊 或者是比較光滑的物體啊 白色 都容易怎樣 放出 放熱 或者是吸收 輻射熱 喔 只要是白色或淺色的那個 物體的話是容易 欸等一下 你講錯了 易 寫錯了 應該是易隔絕 輻射熱才對 因為如果 下牛叫我們穿白色的 可以吸溜嗎 好 易隔絕了那個輻射熱 就是太陽很高 然後只要是黑色的 或是深色的 或是比較粗糙的那個 物體的話啊 它是容易吸收粉色的 粗糙 OK 對 對 好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喔 第一個就是 你冬天的時候啊 欸 對不起 先講夏天好了 你有沒有看到 你連夏天你的衣服是什麼顏色 都是白色或是淺色的 原因就是因為 夏天的時候太陽光比較大 那你如果穿深色的衣服的話 你也很容易中舒服 它容易放熱 聽懂嗎 然後呢 白色的話是不容易吸熱 也不容易放熱 所以請問你喔 像現在這種溫度 像這種天氣 溫度很低的話 你應該怎麼穿衣服才對 裡面穿黑色的衣服 呃等一下 我講錯了 講錯了 對不起 裡面應該穿什麼 白色的衣服 然後你的外套穿什麼 黑色的 黑色的 因為你的黑色的話 可以去吸收那個陽光 的熱量 聽懂嗎 然後你白色的衣服的話呢 是 你的體溫有沒有 不容易排出去嘛 這樣聽懂嗎 會啦齁 OK 好 再把它記下來喔 好 把它記下來 那這邊告訴你 是另外你看這裡 比如假扑 放在這邊的話 請問你 哪個溫度比較高 放在室內溫度的時候 答案是A 為什麼 因為它放在室內的時候 然後啊 這個 不容易放熱 這個呢 容易把熱量能吃出去 好 可是如果放在太陽光下的話呢 請問你 誰的溫度比較高 反而是粗 因為它容易吸熱 聽懂嗎 黑色是容易吸熱 也容易放熱 啊白色是 不容易吸熱 也不容易放熱 OK 好 啊這邊也是一樣 相同的例子 這我就不講了 好不好 我就不講了 好 這邊 請看重點啊 一個 就是悶燒鍋跟保溫品的隔熱原理 保溫原理 一個 請問你喔 不管是悶燒鍋或是保溫品 你問你喔 最外面的鍋蓋啊 如果是塑膠材質 是為了防止熱了什麼東西啊 那你猜 傳導對流輻射 對流 傳導 鍋蓋是防止它的傳導 所以你為什麼要用平塞 就是防止傳導 然後呢 這個 除了傳導之外 呃 對 就是傳導方式 然後再來 為什麼你那個裡面 中間會有真空夾層 是防止什麼東西 對流 對流還有呢 傳導 所以防止傳導跟對流 為什麼沒有傳導 因為真空啊 所以傳導沒有要傳出去啊 對不對 那除了傳導以外 還有一個叫對流 然後另外一個是 最裡面的NATS裡面 為什麼你要有一個 光法的鏡面 是防止什麼 輻射 喔 輻射 好 這個你把鞋下去